我們今天就去到看一些我們叫做廠家 或者是怎樣 我們下輔圖來阿John 是吧 我們叫做冬鐵圓線 冬鐵圓線你看到我們已經圈了這麼多圈子 大家可以看到的了 其實冬鐵圓線看到我只有這麼多圈子 大家都可以看到 我們不會在那條冬鐵的下面圓線那裡 因為為什麼來講我們會在火炭 由火炭才開始 由火炭 火炭來講我們一上半山的話 其實我們有一條叫做碎和路 碎和路是早年的我們叫做豪宅的地團 你看到去柳寧都大約是三十幾年至四十年的 三十幾年至四十年的 所以來講也都是在講就是 你看到都是同步起飛 香港起飛 但是它裡面的住宅群來講 都是一些登日道住宅 還有伊山環建 還有人環境優美 所以來講你見到它的赤價 但是不貴的 那赤價不貴的 那赤價來講基本上大概都是一萬多元 一萬多元至一萬四元之間而已 柳寧來講大約是三四十年左右 但是都是優質的 第二個來講我們看回就是在說火炭來講 最多人就是我們叫做九七月的時間來講 都是說我們叫做看馬場啊 馬照跑啊 是啊 武戰跳嘛 那看著那個馬場就很帥氣了 那時候是盡景緣 盡景緣 盡景緣 那麼去到來講呢 其實也都是在說紅圈的地方是什麼呢 紅圈的地方我們叫做九肚山啊 阿莊 那有什麼分別呢 黃和紅有分別呢 你聽到九肚山那次你覺得是什麼呢 九肚山 九肚山 那我這樣 貴東西來講 貴東西來講 貴東西的時候呢 其實都是在說三四十年 其實這裏現在是說一些貴東西 那當時來講二零零幾年的時候 其實這裏是說一千萬左右 但是現在呢 基本上成交或者沒有成交呢 其實是說五千萬啊 至到八千萬 那這些我們叫做老牌的 那後面有個紅圈的地方呢 就是九肚山 背脊的 其實九肚山都有兩部份的 一個背脊和一個尺寸 就是低一點的那個背脊 那再背脊的時候呢 我們叫做過了九肚山坑的話呢 你叫做新型的九肚山的豪宅 這幾年不薄成的 那平均來講的尺寸都去到 四萬多元一平方尺的 相對來講 你見到 一萬多 一萬多到四萬多 那你只見到那種氛圍了 那最後的時候就是白石閣那邊 白石閣來講是沿海的 沿海是分新的販展區的 其實來講我們都可以在白石閣後面 其實都是叫做大埔的半山 那大埔半山來講呢 我相信白石閣沒有之前呢 其實都是講的是 他們是一些傳統的 伊山環節 由九肚山一路過來 有陸欣山莊 有這個後面是另外幾個大的豪宅 低民族叫屋苑的 都是伊山環節而已 沿著那個大埔公路的 那我們就到最後的時候 一會兒我跟他介紹呢 就介紹了最新的現在的白石閣那個發展 還有也都是聚居了一些叫做新的香港人 就是在那個白石閣裏面 我們整個地段來講呢 還講完一個 就是沿著這裏去到最後 去到再上頂 這裏沒有騷出來的了 就是在我們整個東鐵的中間點 是傳統的豪宅區是什麽呢 這個是康樂園 康樂園 康樂園就在我們的大埔的再上一點點 剛剛那個大埔公路的中間的 就是現在這個見不到的 見不到的 在那個連塘口岸的口岸的樓那裏 就是向上發點的 是的 那裡康樂園有一個大型的 最近康樂園做了一個單成交 賣了一萬呎 賣了三萬多元一呎 都成三億多 是吧 那今天來講我們會有些片段 和大家都是去分享一下 是吧 讓大家可以在車上一路遊覽一下 就是先看影片 先看影片 好 看影片去片 是的 沒有聲音的 我們要人肉旁白 OK 這個就是去到阿John這條片 可能是第二條片 就是第一條片 好 再來一次 再來一次 這個第一條片 這個第一條片 是吧 是的 這個 那你這個人配音回去 是的 沒問題的 因爲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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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爲 有爲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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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位置 正前方就是玉龍山 正前方是玉龍山 這個就是星海堤岸最新的中洲 正前方這個是最新的 碗米都賣了兩萬元 是火炭站的對接 大鹽雙槍 現在我們進了火炭的工廠區裏面 我們怎麼看火炭這件事呢 有些朋友 我們這次介紹非常全面 我們說火炭其實是一個中心點來的 傳統來說這就是工業區 日後都會升級轉型 會是轉什麼呢 轉一些叫做數碼 雲端 或者現在很多工廠大廈都做這個大方向的了 做雲端服務 做一些叫做那個情況 接著來講 繼續去片 阿John 繼續去片 接著來講 我們來到這個位置 我們左右之分 左手邊來講見到箭嘴跟的士行 就去到一個叫碎和路 這個碎和路來講其實就是我們 穿過的工廠大廈就上半山了 開始 你看到是兩邊的氛圍 另外一邊來講 如果我們不轉左邊去右邊的話 就去到我們的叫做絕景園 這邊來講 我們就是沿著這條叫做碎和路 穿過工廠區去回旋處 不用幾分鐘 我們就會上到第一個屋苑 叫做碎和園 碎和園有分一期二期 這次來講 其實我除了帶大家去看 這個碎和路兩邊的環境之外 其實我這次是想去交管理費和簽租約的 因為我在上面有個叫碧霞花園 也可以跟大家去進去碧霞花園裡面 看看現今那種環境 為什麼我們沿路一直上去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看到前面就是水和園來的 這些碎和園來講 其實都在講是由400多呎到800多呎 這個當時是房屋處建的 現在都是私人樓來的 我們繞過這個彎的話 直接就會去到那個叫做第一個公園 叫做碧霞花園 碧霞花園我看到挺優質的 這個來講它全部的跡是大約1,400多呎 1,400多呎 1,296呎最大 有兩個跡而已 另一個跡就是1,492呎 我們講的是實用原跡 即是說最小的單位也是1,300 最小的單位也是1,500 大約這樣 我們正前方這個位置 我轉進去 去到這個是 繼續講 這個是碧霞花園的入口 碧霞花園的入口 它是一個聯排的 我們的high rise 它也是這樣講 也是這樣說 它現在正在去 正在進去 進去了 看到裏面都非常 真是一個優質的樓盤 下面的停車場 我就在這裡為止 因為我約了一個組客去接租約 還有在管理處搞一些事情 我就順便帶大家來 這個是好的 那個屋苑 進去裡面的單位是很市正的 前面廳就向九島山那邊 也都看到沙田城門河的 後面背山就是我們叫工人房 廚房 開織是一個叫做這樣打開的 一個一次型的打開的 一梯就兩火左右 都非常之環境清幽的 環境清幽 這裏來講 待會我們一會出去 就會是 阿川可以快一點 這個有可能是去試的 這裏出去 出去 我就沿著這個是再上 再上 再上的話 就適合這個路口 第一個屋苑就是風景 風景花園 風景花園就是由這個開始上的石 風景花園 風景花園它的面積是又大又小 但是這個面積是夠小一點的 就是400多呎至1200呎而已 都是整30個樓來的 你看到我現在行這條碎和路 其實基本上大部分的樓來講 除了碧霞會新一些之外 其實全部都大約是30多年至40年的 我們體驗了當時的人 我們叫做不是說那個交通 是住得好一些就要自己開車 不是說那些公共交通工具 它們會揭露不善 它們會損耗的 它反而是怎麼樣呢 是因為這個地段是處於一個 是沙田和中國貿易 就是我們回大陸非常方便 就是沙田 沙田你去吐露港公路 就直接上去我們口岸去深圳 或者往來國內 大部分的廠家 剛才沿著這個位置 其實我們一路上去 就上到一個叫做 有一個叫做沙田小學的 英基小學來的 這個就是很多外籍人士 或者是很多這些是國際學校 我也會帶大家去看看 為什麼會在山中間有一個國際學校 其實來說要吸引一些我們叫做 專才來的公司做事 其實它們是全世界來的 它會搞定它們小朋友的教育 教育或者是他們那個安頓囊來的 你看到英基小學這個也很漂亮 每逢星期六日的時候 其實很多家長或者接放學的時候 都會來這裡接他的小朋友 因為為什麼來講呢 這間小學另次到很多的換樓行呢 就是我們叫做三十多歲的年輕人夫婦 就會找回這裏附近的屋苑去住的 最近對著英基小學的那個 就是叫做麗豐花園 大概是說一萬元 一萬一二元一呎 大約一個單元一千呎左右 大約是一千萬至一千三萬之間 都有些業主就放盤給我們的 我們都有盤可以在這裏做的 現在來說我們叫做美和維 這個我們看到全部都是大宅的 這些圍牆圍住宅的 就是獨立的別墅來的 這些地方來講其實基本上沒有什麼成交的 因為這些地方是獨立的大宅大宅 別墅比較威風的嗎 比較低調嗎 低調就是圍著沒有人可以進去 我裏面做什麼都不知道 裏面有大宅其實裏面有靚車 點毫快我不需要給人看的 那些廠家就是他們這麼低調的 裏面這些地方 我們講在上三萬元四萬元一呎 其實都沒有人叫做 想找這些大宅其實要撐的 不是經常有成交的 沒有成交的原因是沒有人放出來 沒有人放盤 沒有人放盤 就是買的就剩下印象 買的就多 買的就多 但是沒有人放 這個我經常講的 佔據一些我們叫做獨特的優勢的話 那就是我們的稀缺市場 和一些普羅大宗的樓 你不買這間我買第二棟 在上面都會放二十幾個放盤 你看到就是這個瑞和路 其實你看到兩個不同的格調 是我們叫做的house 大家可以看到高層high rise 和低密度住宅或者獨特的大宗 它那種稀缺城 經常都講的是稀缺城 這個我們就下山了 就給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叫做火炭的半山 其實再上去還有兩個屋苑的 都是低密度的住宅 我當時都想著介紹多些東西給朋友 我就下山了 沿途來講都見到下面 就是一路下山 都是去到這個位置 再可以快一點點下山 因為剛才都 好啊 陸生不會覆盡了 快一點點 OK 去回剛才那個 那個是碧霞花園 又見到這個是瑞和園 再下多少少了 我這裡走到去 我平時下山都走 這裡都走到超過50度 都安全的 因為都好走很闊 這些路都好闊的 繼續下可以了 繼續下去了 OK 那就下去火炭這個工業區 那一出火炭工業區 其實一轉右邊的話 其實就已經去到吐露港公路了 兩邊都可以走 所以來講 如果那些廠家 他本身來講 他的企業又是在火炭的 是 儲又在上面的 或者他的中港往來 又是在國內的 所以我們見到財富就在這個位置了 我們已經說 你去哪裡做事 就住近哪個位置 要最精明 輕資產投資大灣區 想了解國內車位政策 或哪個地區 哪個項目 最值得投資 歡迎聯絡我們 或上來 尖沙咀新東海 一樓109A